你觉得怎么样 黑子唱响的求婚场景 惨遭小慧嫌弃 不是我 特别有意思 谁能说得准呀 国华为妹妹怒斥红军 你对得起她吗 我就是要救她 力求还原那个年代 现场缅怀导演 难掩悲伤 很遗憾 会冲锋 会香 感谢导演 本期据说很好看 让我们走进 梦中的那片海 去感受那群年轻人 为梦想的拼搏与付出 天寒地冻 也挡不住 那些在实战海平面上 维持旋转的身影 在一张张洞的通红 却充满欢笑的脸上 青春是那么的躁动和飞扬 而他们的故事 也从那片海开始 他们朝着梦想出发 未曾停止过脚步 他们在人生的机遇 和困难面前 和困难面前 不交不美 他们闪耀着青春热血的 璀璨光辉 梦中的那片海 是希望 是理想 是对美好未来的渴望 更是平凡生活中 那个 我 我 疼 什么 温暖 你不咱们就告诉我 你不想说 妹子 想跟我结婚吗 啥 想啊 想就忍着 我告诉你啊 这都是自家亲戚 打你几下 不丢人 对 不 不丢人 你慢点 至于吗你 这么厚的劈子 你应该扛揍啊 扛揍 赵小慧 这去完你们家 我才知道什么叫 大事疼马帅 你们家里这几位是真疼我 真爱我呀 但是没关系 你家里算是同意咱俩 可真结婚了 会儿 我保证以后对你好 你放心 我都想好了 我绝对给你一个永生难忘 隆重的求婚 我地儿都联系好了 香山的山顶 我找了一大片的空地 会儿你可不知道 就那片空地啊 你抬头看 就能看见满天的星雄 地上看它还有一大坑 坑里看它还冻点冰 冰上看它有颗松 松下看呢 它有一个屋子 屋里看一个老头 老头看前面一本经 经前看点着灯 墙上看还钉着钉 钉上看还挂了一张弓 看着看着我跟你说 就刮了哑了 一会儿骑骗大风啊 刮散了满天的星 刮平了地上坑 刮画了坑里冰 刮倒了冰上松 刮飞了松上 因刮跑了一老僧 刮翻了松前钉 刮灭了金天刀 刮掉了墙上钉 刮崩了冰上弓 刹时间的只刮得是 星上坑平冰刮松道 因飞松走 金翻能灭 钉着翁翁 我跟你说 这个环境我向你求婚 你赵晓慧你觉得怎么样 明白了 哎 你是要说相声去 没 不是我 哎呀真不错呀 他怎么走了 你说的不错呀 再来一段啊 这相声灌口 我来什么一段 我这求婚 不是 晓慧 不是说相声的 大剧看总台 据说很好看 大家好 我是陪您一起追剧的王希良 据说很好看 由天然喜护就是超能 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最近呢 有一部剧热度非常的高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一样 非常的热烈 那就是我们CCTV的热播剧 梦中的那片海 一群年轻人在石刹海的冰场上 不期而遇了 然后就开启了 他们酸甜苦辣的追梦之路 和人生之路 那么今天 我就把梦中的那片海的各位主创 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 让我们有请各位 欢迎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梦中那片海的制片人陈瑶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演员刘瑞琳 在梦中的那片海 饰演叶国华 我也一直在想 这么好的兄弟 怎么就成了今天那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演员曹斐然 在梦中的那片海中 饰演贺红玲 妈 您的意思是 我在乐团的位置 已经没了 大家好 我是演员赵欣 我在梦中的那片海里面 饰演的是叶芳 我是海关陈处长的爱人 他有一本工作笔记找不到了 交代我打电话问问 是不是落你们那儿了 大家好 我是演员崔航 我在梦中的那片海当中 饰演陈红军 我陈红军做什么事 在你叶芳这都是错的 大家好 我是演员游献超 在剧中饰演的叫黑子 谢谢各位 这李尚游啊 真不重要 你可别忘了 还有一陈红军呢 大家好 我是演员高原 我在剧中饰演四九成 早期的时尚春达博主赵慧 欢迎 要说起什么是青春 它似乎是一种 当你身处青春的时候 不自知 但是当你 木然回首的时候 发现它是最弥足珍贵的 一段人生岁月 当然在青春当中有爱情 还有友情 对吧 其实呢 我相信梦中的那片海 不仅仅是讲了这些 那么它还给我们传递了 哪些人生的内容 我们要坐下来 一起聊一聊 看一看 那么在这部剧当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种爱情的样子 而且呢 也是在不同的年轻人身上 他们可能 有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 比如这一段 哦 比如我们 不是我们俩先比个心 先比个心吧 来来来来 你们的开始是非常好的 对吧 来比个心 来来来来 降低一下大家对削月城市的恨 你们这心能不能比得起来 来来来来来 没有默契 一点都没有默契 一点都没有默契 来来来 锁死了啊锁死了啊 那个叶芳你要是被强迫 你眨眨眼 我们看出来好吧 我眨眨眼就不行啊 没人会看的 刚才我看到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在化妆间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就 特别特别默契的开始对词了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不需要对词 因为在这部剧当中 开始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 是相对来说最顺利的 对 对吧 他们呢 老是三个人 显得比较拥挤 所以你知道吗 在你们这一阶段的时候 观众有很多弹幕在追剧的时候 说以后你可不能变坏呀 对 那陈红君怎么说呀 不是说到这儿呢 我先回去了 陈红君是不是后来就是 因为又当上学生会主席又怎么样 就是一步步的思想上 开始有点飘了呢 就是我觉得今儿的风力挺大的 吹上去了 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最初的你们两个人之间 那个比较美好的缘起 好不好 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红君儿 还在学习呢 我给你送了饭 我看看 今儿的任务怎么没有完成啊 方子 我想回去 为什么呀 我们不是说好的 你好好复习 准备迎接高考吗 关键是高考什么时候能来呀 谁能说得准呀 现在我大哥 在北京给我扛着事呢 我在这儿学习 一个无需缥缈的东西 值得我在这儿等吗 红君儿 你相信我吗 我信你 我一直都信你 我什么时候没信过你 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的祖国 正开始翻天覆地的变化着 变得越来越好 越是这样 越是需要人才去发展 所以你要相信 高考早晚有一天会恢复的 就算高考恢复了 你觉得我能考得上吗 当然 我看了你写的题 每一道都思路清晰 就你这个基础 考不上才怪呢 我都不相信我自己 我们可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你什么样子 我还不了解 那也不行 我必须得回去 我说什么也不拿不拿 我说什么也不能把我大哥自己扔的 你放心吧 春生哥一定会妥善解决好的 他是被这么说错 他心虚你知道 他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过得好 将来考上大学 所以 你一定要认真复习 努力备战高考 你确定春生哥会没事吗 当然 你还不相信他呀 行 那我信你 嗯 那就先好好吃饭 然后把腊下的内容补上 今儿补不上 不许睡觉啊 有 红烧肉啊 怎么样 香不香 香 哎呀我只带了你那份 我自己都没吃了 那咱们俩一块吃呗 哎对了方子 我还有一个问题 嗯 如果我要是 吃完饭 完成了你的布置的功课 我能追剧吗 对 可以吗 好 那你先好好复习 好好写作业 七点半 我们准时一起追梦海哟 追梦海哟 可以可以 唯一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打开电视除了追剧 难道不应该追一下 据说很好看吗 那人要追喽 举办一个比赛啊 咱们观众做评委 三段看哪段说得好 这段词啊 好嘞 方子 我能提个条件吗 什么条件呀 我能追剧吗 追什么剧啊 孟海啊 哦 那当然可以了 我还有一个条件 嗯 追完孟海 我还能追 据说很好看 据说很好看 一块 我攒钱给你买电视 咱们看 据说很好看 据说很好看 7点半 看《梦中那片海》 看完《梦中那片海》 一起收看 据说很好看 大家一起看 一定很好看 一点忘记都没有 我一般就是他们 我们家他说 我听着就完了 除非显示了叶国华 在他们家的地位 比较低下 对 那个我们来看看 这个 情笔金尖的二位 这怎么说的咱俩要结拜是 大哥 二弟 二弟 好嘞 咱们这个晚上啊 忙完了活 干完了事 回到家 像梦啊 是专业的 忙完了事 干完了活 反正你怎么着 就是回到家里 往电视机前这么一坐 这么一坐 这么一坐 打开电视 打开电视 7点半 咱们看一看这个叫 梦中那片海 完了以后再看看 据说很好看 据说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那我也特别想问问 我们的制片人 就是在这部剧当中 在叶芳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身上 体现出的这种特质 比如说她非常的清醒 非常的果断 有主见 其实在那个年代的女孩子当中 应该是挺少 又挺特别的 对不对 是的 她是把所有人 没有说出来的话 想说出来的话 她自己直接说出来了 所以在那个年代 像她这么一个女性 也是非常的特殊的 她这种超前的意识 其实也给她的命运 带来了一些悲悯 生活中的过于精明 其实最后 也未必是生活得很幸福 你先君子后小人 一错再错 你说什么呢 是我陈红军 在她最失忆的时候 我拉了她一把 我那是为她好 现在也是 赵新她以前演的 都是一些 比较温柔的角色 但是在剧中的这个角色 其实她有一些很大的突破 而且演得非常好 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谢谢 除了我哥的表情不太那个 在剧中你有点像她弟弟的 大家都说 对 而且因为我这次 是跟赵新第二次合作 上一次戏里我追她 然后这次她变成我妹妹了 有什么新的感受 感觉 跟新姐合作 就是你每部戏都这么命运多揣了 你 都要跟她在一起 挺辛苦的 虽然很多追剧的观众说 这个叶国华呢 她这当哥哥的呀 不像哥哥 像弟弟 但是呢 当她的妹妹真的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咱们这个当哥哥的呀 那可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那么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一起去看一看 咱们俩离婚 房子 钱 全都给你 毕竟啊 是我对不起你 陈红娟 我请叶芳说你要跟她离婚 这事儿我已经考虑很久了 别的事儿 我可以不管你 这个事儿我必须得骂你 你能走到今天 方子帮了你多少 现在你要跟我妹妹离婚 你对得起她吗 柯华 你也是我兄弟 叶芳是我这一生最爱的人 我们俩从在一起 都是你们见证的 我们每一个时期每一段 你们都看在眼里 我承认 方子帮了我很 但是同样 他也伤害了我很多 陈红娟 你变了 当初那个 鼓速 善良的你 去哪儿了 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今天我就要替观众朋友们 好好问问你 你我春生 这么好的兄弟 走到今天是因为什么 还有叶芳 这么多年的感情 现在你居然说要跟她离婚 你好好想想 你到底是要继续这么沉沦下去 还是能够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 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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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上边咯 成 国华说得对 今天我就跟大家表个态 现在 我陈红君 懦弱 自卑 我曾经试图在自卑当中 去找到自己的自信 但同时也伤害了很多人 但今天 我要改变自己 我会用我的一切去弥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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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我们大家认识的陈红君 我爸回家了 喝点 那么我们的演员 当他和这部剧相遇 和这个角色相遇的时候 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春生和小梅 到底会不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呢 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去看 一起进入英剧而喻 进入到了我们英剧而喻环节 非常感谢在这个夏天 我们可以遇到这样的一部大剧好剧 那现在我请出我们英剧而喻的 两位神秘嘉宾 有请二位 其实我知道很多朋友在追剧的时候说看到你们 觉得你们就是那个角色本身 我们的这部剧 在演员选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考量 我们在这部剧的演员选择上 是对所有的角色进行了多轮的甄选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剧中有非常多的年轻的演员 我们的想法是要演绎那个年代 青春的往事 这些年轻的演员 每一个角色都诠释得非常的到位 我们也邀请了一些老的戏骨 比如说刘嘉老师 吴光老师等 为我们这部剧也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其实我们也知道肖战是重庆人 但这次你演的肖春生 她是一个北京大院的孩子 所以在处理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是不是自己也下了很多功夫 对对对 从前期开始转变自己一些口音的时候 就是找了台词老师 然后也看了很多就是北京的一些影视剧 就是讲北京人的 然后也跟我的台词老师一起去厚喊 特别有意思 对 所以就是说生活处处留心皆学问 对 那么说到在拍摄过程中生活中 三个人是第一次合作吗 是不是在私下里你们也经常玩在一块 没有没有 今天 你好你好刘仁林刘仁 对出色见面 我们刚开机的时候 我们虽然大家唯独剧主唯独了几天 但是我们三个剧中设定是发小 然后一上来就要展现出那种很深厚的关系 就是挺难的 那怎么能够演的这么好呢 这个问题不如问问我们的高材生洪军吧 对 洪军说大哥二哥说的对 我觉得是一种气场 唯独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特别的 只是大家在对台词 对 但是等我们一到现场之后的一瞬间 我记得那天特别清楚 先是看到了那个春生 对 然后战战 然后紧接就瑞琳 然后我们打招呼的那个状态 就让大家一下子感觉 他就是大哥二哥的那个感觉 那你的感受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剧 游戏的前期是一个群像剧 每个人都呈现了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杭哥跟那个战人人特别好 让我感觉特别温暖 感觉我们好像认识很久了 谢谢 祝您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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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戏所有的演员都特别有亲和力 这第一次在这个十大冰场 跟那个春生这角色 就是有点冲突啊 火药味很浓 我头回见你 我说冲得不起来 我就觉得很奇妙 所有的演员都有亲和力 是 国华身上他其实有很多的复杂性 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 他为什么在人生的每一步选择上 总是事与愿违呢 我觉得观众朋友们 如果以观众的视角来看 就是不管剧中任何一个角色的人生的时候 因为你都有足够长的时间 去帮这个角色分析 他如果做这个决定 会有什么后果 但是如果你说 我作为叶国华来说 在当下那一瞬间 当我决定要往哪个方向走的时候 我不知道命运会把我带向哪条路 我只能说遵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那只能说明确实 就是国华在这个做人这个品格上 可能跟春生啊小梅啊她们有差距 但不代表说她是一个坏人而已 我跟你说 萧春春很有担当的 什么事敢扛 什么事敢认 没事 这种小事难不倒咱们 训练班上都学了 你就千万别动 我就都训练了 我当时看剧的时候看到 因为你跟那个肖傅那段戏 对 就是当时拍的时候不在现场 后到看完以后 确实是很感动的 包括童小梅 每次在家里头去照顾 萧春春心里也是知道有愧疚的 但她那也是一种担当 就所以这些担当 砸到一块 你就是个坏人 你就是个坏人 说起在剧中我们可以看到的 演员的才艺 我们的一个小提琴高手 听说你每次拉琴 有人都受不了 我们在海口的时候 我们文工团的四个女孩 是有那个指导老师的 指导老师就是我们剧中 钱阿毛的扮演者 李飞扬老师 在海口教我们 我们从最基础的 左右手的执法 一点点练 她当时我们练琴的那个房间 她可能住在那个隔壁 所以可能影响到她的正常生活了 一开始 就是一开始可能 拉的声音比较不好听 然后可能 就刚开始是这样的 我从梦中惊醒 我说哪在拆楼 哈哈哈哈 全是那个嘎嘎嘎嘎嘎嘎 我说干了 这哪要折这是 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那么夸张 好夸张 但确实剧中有不少 包括我 包括春生 包括齐天有去听她拉琴的戏 确实是那些戏份 是比较考验我们几个男人的演技 有一场戏 我们俩坐在那后边 听她的 快点 就是 就是我拉琴的水平 全靠她们的表演 对 其实学到后面是拉的 还是可以拉出旋律的 是我记得好像有一些 有一点点旋律 可以拉出旋律 有一点点 对 严谨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其实我们这个剧当中 像你是拉琴 那李沁的这个角色呢 就是特别热爱医学 所以在演这个职业的时候 你自己也提前做过一些功课吗 是演童小梅的时候 我觉得最难的是 展现她内外性格的这个差距 因为你要让观众看出来 就是她的内心的这种波涛汹涌 但是她其实表面是很平淡的 然后在她的这些专业技能上面 比如说她学医啊 包括她滑冰啊这些 前面也需要去做一些功课 我也会去北京的一些胡同啊 或者是景点啊 包括有一些老式的商场里面 去捕捉一些那个年代的气氛 然后对于这个角色的塑造 也是会有一些帮助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叶国华 他在人生当中的选择 总是事与愿违 对于国华来说 他最难的一次选择 你觉得是什么 那就是在战场上 他踩雷了 那一瞬间就是 把乔春生跟叶国华 两个人完全区分开了 我觉得 当叶国华抬脚的那一刻呢 就是他是一个人 他要想让自己活下来 不管他前面说了什么 他抬脚这个举动就表示 而春生在那一刻呢 他已经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超越了人性 他愿意去牺牲自己的性命 去就他眼前的这个兄弟 那他拍那场戏的时候 你觉得拍得顺利吗 这什么表情这是 因为那场戏我们是在 在海南拍的 在海南 然后我们拍的前几天 然后下了暴雨 对 我们在一个泥地里面 留点类似于肘子的地 对 然后那个泥地里面 其实有很多就是 微生物 对 虫子 然后那个泥啊 就是我们俩 他腿长点可能还好点 到这儿吧 他就摸到这儿 我腿比他短点 就摸到膝盖了已经 然后啊 我们那个镜头啊 给的特别大 为了体现那个空间 那个雷啊 我们俩是在那个井的 一个中间的地方 我们俩都是从特远 就一脚深 一脚浅 一脚深一脚浅过去 得走过去 吃完午饭开始拍 到傍晚了 那场戏才拍完 就是来回走 来回走 真是对他体力很消耗 而且最牛的是 我就在里边站着 他要去排那个雷 他要用手在那个 那个泥里巴 你知道吗 哎呦 我说实话看上我 我有点受不了 很艰难 我觉得对于我们两个来说 都比较有挑战吧 就是他要演出那种 自己对于生命的那种抉择 然后我其实 我的动机比较单一嘛 我就是要救他 其实就是两个人的选择 从那一次选择开始之后 就是春生跟国华之间 那个命运的齿轮 其实就开始已经变化了 那说到这儿 我们要去怀念一个人 就是这部剧的导演 傅宁导演 我们再次与傅宁导演 在剧组的工作状态相遇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梦中大明海的导演 傅宁 这么多年 他一直在北京故事 这个类型题材当中 整个还是那个 非常赤子之心的 一个好导演 那场戏是我好像在这个戏里面 拍过最久的一场 来 然后上场工程 他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他对那个年代的氛围 对于那个年代的氛围 严谨的要求非常的严苛 那个地瓜 来来来 往这边拍 我们爱你 我也爱大家 真的跟他们在一起 我觉得我也年纪 同志 OK了吧 拜拜 大家又聚在一起了 把心里想说还没有说的话 跟他说一说 作为对他的一个追忆 那我先说吧 其实真的很想念导演 因为我在拍这个戏的时候 其实 等一下 我可能最开始在拍这个戏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要去饰演一个 对于我相对陌生的一个角色 他的成长环境 跟我肖战本身 他成长的环境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导演其实给了我 很多很多的安全感 在很多场戏 我说词的时候 导演会过来 他特别响声地跟我说 说 战战你不要怕 就是你就勇敢地说 你感受到了 你就说出来 你不要去在意 你说的是不是 很准确的北京话 他说其实观众 能感受到你的情感 跟你要表达的东西 所以很感谢到你 而且对他不够 加点也很好 还照顾他 是不是刚刚你也在那间 去看了笑 我感觉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 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们是震惊 接下来就是无尽的遗憾 我们当时杀青的时候 正好是去年的 应该就是六月十一号 他们拍完最后的一场戏 就是整整一年前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都是怀着这样的想法 就是我们一定会再见 没想到 就是再见的时候导演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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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 很遗憾 除此之外 感觉没有什么其他能说 我想 还原的是我们那个年代 都那份淳朴 和他那种淳存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是感觉 脑子里面一直在闪那个画面 就是 我们每 每一个镜头 然后当下的讲戏的状态 我就是 副导跟我说 你这个人物很完整 很多个阶段 很多个时代 但是你每一场戏 只要记住 你把爱演出来 你这个人物就成立了 感谢傅宁导演 每次都能鼓励我 一开始的我可能有一些紧张 有一些不知道 是不是把角色权衡的 是大家希望的那个样子 但是他就说对你就这么演 所以说叶芳 现在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和认可 我觉得真的是感谢 所以不宁导演给我了力量 敢爱敢恨 敢追求自己所想追求的一切东西 这个人一辈子死三回 第一次叫生理性死亡 人心脏不跳 医学上宣布死亡 第二次死亡叫社会性死亡 就很多人不记得他 只有他的家里人才记得 第三次叫彻底性死亡 就连家里人都不记得他 但是我相信岛的这部作品 以及我们所有的演员 跟岛的这种合作 把他身上那些好的东西 工作的方式 行为的习惯 还有对艺术的这种执着 我觉得只要是带着 发挥到任何以后的人物当中 剧组当中 我相信岛就还会以另一种形式 跟我们相依 对 那你把自己从外面上 对 好吧 感觉刚才瞬间拉回到拍摄的那个记忆 就是像幻灯片一样 就是你初时 然后包括拍摄到结尾 就是历历在目 我觉得人生真的是无常 所以要珍惜当下 但是也很感恩可以跟大家相聚在一起 然后也感谢导演 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积极 很有感染力 给现场带来很多安定感 和踏实的这样子的一个 老顽童一样的这样子一个可爱的人 他是在海的那边 我们会在通过角色 通过这个戏 我们会重复 我想我继续相遇 他们的父辈生活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那种新的纯净 我觉得这是梦中的阿比海 我们最想表达给现在年轻人的东西 一开始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一开始演起来是有一些不自信的 因为何鸿林她是一个非常自信 非常骄傲的女孩 然后在拍摄过程中 导演就会一直跟我说 你相信自己 你就是何鸿林 他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也在表演当中给了我很多帮助 让我更加地去相信角色 我非常感谢傅宁导演 但是就还没来得及跟他说 他就已经 当时就是在拍胡同的时候 我记得她说 她说我后面感觉有一个北京女孩 我觉得很适合你 在那段期间 其实是我人生当中比较灰暗的时候 在人生的迷茫灰暗的混沌的时候 有这么一道希望的光出现 我觉得导演女儿园是伯乐 我很感谢她 导演我们这部戏播得很好 然后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都很想你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遗憾 导演没有能够看到自己的作品 在这个电视台播出 因为导演在整个戏的 从初期的剧本创作到维读 到拍摄期间她非常非常地努力 她就是用自己全部的心血 然后去打造这么一部 还原她所熟悉的那个年代的那个电视剧 她也经常会跟演员们去聊 对人物对角色的这种想法 包括对每一个镜头和每一个场景 她要求的都非常高 她力求还原那个年代 她要寻找到那种感觉 然后也会为这些年轻的演员们的表演 也为他们鼓掌 真的是非常非常暖心的一个导演 所以我也特别地荣幸能跟她有这次合作 我们真的很想念她 推荐这部剧的时候 当我们在重温这个创作过程的时候 确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非常地思念妇宁导演 我想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 可能是用他最喜欢的一种状态 和他产生一种连接 让我们感觉似乎他没有走 我们一起进入导演来加戏 是加一段什么样的戏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留一个悬念 现在把飞业发给大家好吗 来 姐啊那个位置得对啊 我说那个这人难得凑那么齐 来那什么表现啊 咱们颠着啊 拜拜 好人演啊 就是感觉又回到戏 就别重逢 又回到那个好久不见 你俩为什么傅宁导演 我俩红练不合适啊 那你过来 红练还有词呢 是不是红练还有词呢 对对 剧手很好看 等您一起看 对于傅宁导演来说 他的遗憾可能就是 没有能够亲眼看到 这部剧的播出 那么我们也特别 请制片人陈瑶 带领我们剧组的主创 为导演加一场戏 以此来缅怀赴宁导演 有请 陈瑶 几年没来 这冰场变化真大呀 是啊 每次我来的时候 都挺感慨的 虽然大家都变了 但有些东西 却永远不会变 你说的没错 我只是希望 这大家伙有时间 能够多拒绝 小梅 陈珍哥 方子来了 哎呀 还是你俩靠谱 方子 别卖关子了 到底什么事啊 招呼大家 嗨 还不是因为我哥吗 你就说吧 之前红练在国外的时候 他天天惦惦人家 现在好不容易 人家红练回来了 哎 他怎么着 怂了 不敢来了 哎 这国华 怎么一到关键时刻 就怂了呀 你说他 待着这么多年 不明白 这还放不下红练吗 可不是吗 所以我今天特地 约了红练过来 还叫了黑字小会 还有红绢 你说我们这么多人 给他助阵 看他还敢怂吗 出帐 小梅 好了 哎呀 真是好久没来这冰场了 我感觉 我这胳膊腿 天天在办公室坐的 都不太利索了 丁导我拿来了啊 今儿好好赛一场跟你 行 必须得好好赛一场 哎 不过 咱得先把正事给办 还有正事 什么正事啊 我跟你说啊 方子今儿 把红练也叫来了 哎 这可是你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好好表现 你怎么没跟我说这事啊 红练还有几天就要出国了 你不知道呀 真的假的 谁跟你说的 真的假的 你自己问他不就得了 哎 那什么那 我们就先颠了啊 看你的了 加油啊 哥哥 你们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先坐一会儿吧 出去这么多年 怎么突然就舍得回来了 咱北京要举行奥运会了 全世界的人都跑来了 我怎么能例外啊 原来是为了奥运会啊 也为了一个人 你说这个人是谁啊 这个人 这些年沉稳了很多 虽然我不在国内 但是他每天都会给我发信息 关心我 我感觉 我的生活中 已经离不开他了 红练 你刚才说的这个人 是我 你说 我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啊 当然要了 要 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 就从他说离不开你那会儿进来 国华 可都听见了啊 红练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你必须今天给个太子 对不对 和红练 下半辈子 让我好好对你 嫁给他 嫁给他 这人难得凑弄齐 咱们滑冰去吧 走 滑冰去 走 滑冰去 走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虫子 崇敬这长大后的样子 阳光暖暖的呵护他发芽 波光灵灵中生花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上面写 一颗蓝色故事 故事里面有 我们的模样 你在讲 我在听 当我们看到这场戏 再次呈现在舞台上的时候 我们特别希望 这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戏 我们也相信 傅宁导演 会一直比他优秀的作品 活在观众心中 哭着笑着唯唯导演 就是咱们一定要把这个舞蹟 藏着什么都适合 用世界一如既往的精彩 蔚蓝的光洒向那片海 然后旁边那边 就这样 梦中的那片海 是一代青年人的集体记忆 它也见证了那一代人的 际遇和人生 展现了追梦的年轻人 同时 它也是沧桑的历史见证 更是难忘的青春回响 在那片海上的他们 始终坚守初心 保持善良 不断进去 不断前进 梦中的那片海 在他们的努力中 已经梦想成真 大剧看总台 剧说很好看 本栏目 由天然喜护就是超能 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我是陪您一起追剧的 王希良 让我们相约 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再见